接触法大仗一亿元 今天这样的一个台情论坛交流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 这是我第一次被正式邀请到台上来做嘉宾演讲 但是我觉得非常荣幸 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十年前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自己要去找很多机会 才能够接近到这里的一些申请的渠道或者实习渠道 但是知道我来了之后 包括说那时候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一定要有像我们这样子在大陆生活很多年的台青学长姐来献身说法 亲自跟这些年轻人面对面交流 然后让他们就是你不仅每天能听到我之宝道这样的声音 你又能够见到我的本人 然后让我在这个台上分享我真实的故事 然后也在杭州安家了 然后嘴碎生活就是很安逸很幸福